好 謝謝大家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是影樂 教羅老師真的好生氣喔 好 那就是今天歡迎謝謝大家來 那也謝謝哲虎提供這個舞台 因為就是之前 就是之前來 之前有來聽過一次 阿富這邊的座堂說 那我們都學到很多 那也是因為這樣就覺得 我又沒有捐錢 那我就要來就是捐一點 就是我的我知道的知識 來介紹給大家 好 欸 怎麼被牽回去了 其實我是要剛剛那張照片 對啊 抱歉 什麼在哪 放一張 為什麼一定要選這張圖呢 有一個扭趣的原因是 其實當時他們在完成這個圖的時候 就是我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但我的話選擇不要講出來的原因是 因為如果你們注意看的話 這張圖上面 就它是一個 這張圖的基本上美術設計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它把就是它把這個裡面的內容 然後它寫得非常複雜 就是它有它的化學符號 但如果你們注意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2應該是要下標 然後這個CO3應該是要下標 但其實那個時候我就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沒有講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做科學傳播的過程裡面 那學者很難搞 我們會希望把所有事情都做正確 可是在傳播的過程裡面呢 就是這一些錯誤其實 我如果沒有講你們不會注意到對不對 就是你們也不會 就是你們覺得這個不是太重要的核心 可是對我們來說 就是這些自知解決的事情 就是我們作為學者會在乎的 或是作為科學家會在乎的事情 所以就是那個時候 然後我們自己看到這張圖 然後我意識到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它留在現在這個樣子 是最好的事情 好 那我們今天就開始 今天的分享 好 那我們今天就是 就是我現在在四星大學的傳播管理系教書 其實今天的主題一直都是我過去關心的研究主題 我最早在接觸這個主題的時候是在德國 那我2016年回來台灣的時候發現 欸其實台灣的科學傳播 雖然起步的晚 可是進步的很快 就是台灣的科學傳播其實在過去五年時間 幾乎是用權力的方式追上了 就是追上了全世界的水準 就是國外有什麼 其實台灣也在做一樣的事情 只是我們的規模可能沒有這麼大 或者是我們都還是一個比較零散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就會來介紹 其中的一個部分就是 特別是今天是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主要是要介紹這個 這個組織它在做的事情 那我希望介紹這個組織是因為 它是橋接科學跟媒體之間的橋樑 那這個東西就是 他們做的事情它是讓媒體寫得更好 所以我們在媒體上面我們不會看到它 就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可是媒體上不會看到它 那我希望可以把中間這個橋接的過程 這個機制就是可以介紹給大家 好,那我們今天開始囉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綱要 一開始的時候我會提到的事情是 你們上次接觸到科學 除了還在學校裡面的同學會知道 就是大概還會有機會 可以系統性的知識 系統性的接受知識 可是在離開學校之後 其實我們接受到的訊息 就已經不是這麼系統性 不會再有一堂課 用18週的時間 來告訴你統計學是什麼 或是傳播理論是什麼 離開了學校這件事情就 它就很難存在了 所以就是我們要談談 離開學校之後 我們生活裡面可能會看到的科學 會是什麼 那接下來我會談的事情是 我們生活裡面的科學跟真正的科學 這個中間到底有沒有落差 那如果有這個落差的話 我們會做什麼事情呢 想辦法來讓它就是讓想像跟現實 就是能夠結合 因為只有在當想像跟現實 有一定的結合程度之後呢 我們才有辦法做下來 變成雙方去 不管是科學家或是公眾 當我們遇到一個科技爭議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有共同的語言 做下一件事情 或是共同做一個決策 所以我們會介紹的是 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那在這個部分我就會交給習穎 因為我講的 畢竟是我是一個研究人員 我講的是一個理論 然後大致的概念 可是習穎她在做的事情是 她去調接了科學媒體 還有就是各方面 她會告訴你她的食物經驗 裡面她做多少事情 來讓就是這個關卡 層層的關卡去解層層的關卡 或是發遇到多大的困難 那她做了什麼樣的措施 就是想辦法讓那個溝通的障礙降低 就是我們離開了學校之後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科學 就是左邊的圖是 這個圖是在LINE裡面常常看到的圖 就是可能 因為LINE那個社群人員 它的格式大概會是這樣子 所以它一張圖可以說完所有的事情 那這裡面就是它所有的告訴你 它不會告訴你說 那個知識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它可能告訴你就是 開頭什麼結果是什麼 影響是什麼 就是越簡單越好 就是那個視覺 就是視覺化之後 所有的不太 之斷末節的訊息 會被省略掉 好 那再來就是如果呢 就是新世代的 就會看到 然後所謂是就是Youtuber 這是一個 就是 這是一個大家常常 就是知識型Youtuber在過去 就是蠻紅 很紅 然後最近包括就是 剛宣布要休息的 理科太太 然後還有朱朱鞋 就是都是 就是都是知識型網紅很重要的角色 再來是呢 我們可能還會接觸到的科學知識是 右邊是如果我們有在看新聞的話 然後我們知道去年的就是發現黑洞 這個記者會 那就是如果有在看 就是有在看那個大 有還在關心新聞的話 那每個新聞都會爆 所以我們先不講那個爆的品質 但那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就是對於 我們不知道黑洞 這個東西到底怎麼來的 雖然他記者會講的很仔細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是台灣 跟國際學者合作的就是一個計畫 然後台灣參與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那左邊 再來是這個是 這個是台灣國務館 就在那個 在鄉陽路附近 就是國務館也是一個 可能我們會接觸到知識的平台 或是地方 那在這邊是 你們還有多少人上次去國務館 是在一個月前 就是在一個月內的請舉手 還不錯不錯 就是其實 欸這樣其實還不錯 因為通常是有去博物館的 通常都是有小孩啦 就是夏天的時候 去那邊就是 吹冷氣啊 不玩的話 就是在外面 其他地方都太熱了 好這就意味著 其實我們離開了學校之後 我們接觸到的知識 其實是一個沒有系統化的知識 不會有人在告訴我們說 在就是 比如說電機系這下面 他有哪些相關的知識 然後就是完整的系統 系統性的教給大家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生活裡面遇到的 我們可以遇到天文 然後就是各式各樣 還有養生 然後化石 就是他那個系統 知識是一個散 就是零散的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離開學校之後 我們接觸到的科學知識 就是不會再有人告訴我們 一定要學科學 所以我們只有就是 人家說就是我們是不定期 就是事件性的 事件性的接觸 比如說在 之前的心跳法案 就是要去公投是不是要多 那在那個裡面 就開始有人去討論說 欸到底 就是有開始有醫生 或專家出來說 欸到底什麼時候 就是因而開始偵測到 就是第一個心跳 那或是說 女生什麼時候知道自己懷孕 我們只有在這種有事件性的時候 才會就是 才會去接觸到知識 或者是有 比如說颱風來了 就是到底颱風 尤其是那種颱風的路徑有沒有準 那如果沒有準的話 可能就會有 各式的氣象專家 還有那個做 呃模擬的人會出來說 欸到底這樣子 游州是沒準 那到底每次比來比去 到底是德國 欸到底是美國比較準 日本比較準 台灣報的比較準 那這個裡面 其實他是有些知識在裡面 可能只有在這種時候 我們才會去關心 所以其實是一個不定期的 然後這問題就是 就是機會 如果有機會才會接觸到 如果沒有遇到這件事情 那也就不會遇到 那我們另外可以看出來的是 媒體是一個很重要的管道 所以有 就是非大眾媒體的 那也有大眾媒體 像是Youtube 就是比較是 呃靠社群媒體的方式 那像Youtube就是一個 或是Line的傳播 就是那個手裡的這個媒體 好的就是有大眾媒體 和其他的社群媒體都是在裡面 所以他成為我們一個 非常主要的 接觸到知識的管道 那接下來是 那我們到底看到了什麼 這時候我就要借用一下 就是我一直很喜歡 很喜歡那個 有一個臉書上的社團叫做 就是I fucking love science 對我要 我應該之前有一陣子 那個圖很紅是 就是比如說 呃我媽媽覺得就是念 我媽媽覺得念什麼 當科學家是這個樣子 然後朋友覺得是這樣子 社會上覺得是這樣子 可是我真正的人生 是什麼樣子 那我就要借用他們的那個格式 來說一下就是做一個科學家 就是我媽媽覺得就是 科學家應該是乾乾淨淨 就是好 至少是一個就是體驗的工作 體驗的工作 好 就是有點難 就是就是他不會是一個就是 就是他 就是他不會是一個hard walking 寫漢工廠之類就對了 好那接下來是 就是我的朋友覺得 就是科學家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你們可以看出來 下面是那個shelton就是怪咖 然後上面也是一個怪咖 好對就是別人會覺得好朋友們 都會覺得自己的科學家 朋友可能是個就是可能是個怪咖 好 那再來是社會上會覺得就是 社會上講到科學家 你知道就會有一個那個privilege 就是他會覺得你創造知識 或者說你可以最接近知識 就是最就是因為就是因為我們都希望可以去追求我們的事實或是真理 那我們用研究的方式去就更接近我們說上帝嗎 會有這樣或者是說就是我們專門在創造一些就是有的沒的 比如說這個就是有這個是真的新聞就是老鼠我養的 就是他們覺得就是科學家就是在創造一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呢真實人生的科學家裡面其實是就是作為一個選擇 我們也是會為了和銷這件事情 或是爆炸的這件事情就是爆頭熟竄 就是我們生活裡面其實是有一堆的就是文件資料 大部分的工作還是在電腦前面 那這個就是科學家真實的生活 那問題是呢 從從這邊到這邊就是這每一個都是一個落差 就是我媽媽的想像跟我朋友的想像 跟社會上對於科學家的想像 跟我真實的人生 其實這都是有落差的 那如果就是這個沒有被擬評的話 其實會出現很多的那個溝通障礙 比如說我還記得我剛回來台灣的時候 那因為我是就是我的工作就是在就是在電腦前面工作 那對我的爸爸媽媽而言他們覺得這個不是工作 就他都會覺得為什麼我在電腦前面要待這麼久 然後他們覺得奇怪之後明明好像沒什麼事做 為什麼我跟他說我事情很多 就是我要就是我要完成的工作 就是在這時候要完成工作很多 那以至於呢就是我的爸爸甚至跟我的前老闆 就是我在剛回來做演藥工作的老闆 見面的時候呢 我的爸爸竟然跟他講說 他每天再來都沒有在做事情 然後我心裡想說 這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就是 所以可以知道那個落差 這個落差其實是存在的 就是這不只是在不只是在我們對於科學家 甚至我們對於每一個知識 專家專家對於那個知識的想像 我們在講就是說我們之前在談的能源政策 專家對於能源政策的想像 其實跟公民是 就是它是不太一樣 它是有落差的 那問題是 當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公共政策上面 的時候 那如果這個落差沒有被擬評的話 其實會發現就好像是 嗯 為什麼政策 如果這個政策明明就有去詢問過專家 那對於他講出來這樣 那為什麼民眾沒有辦法接受 民眾就覺得這個專家是活在象牙塔裡面嘛 就是會常常出現這樣的就是 尤其在公共議題裡面就是會有這樣的落差 其實像能源政策的話 大家應該都還有感覺是 2018年我們的公投才提過 就是類似這樣的問題 然後在那個公投的過程裡面 其實還蠻可惜的是 最後的那個彼此之間的那個差異 並沒有被好好的提出來討論 而是就是在公投的時候 最後你會發現我們在最後幾個禮拜 就是好像我們的臉書上只剩下來 就是你只要去拿幾個號碼就是蓋同意 其他就是蓋不同意 就只剩這種這種就是我們有點像是以前寫三考 說在對解答式的這種方式 那是上在公投在公共政策裡面 其實是不太不太能這樣做的 他就需要被講清楚 好那所以就是為了要彌補這個落差呢 所以我們就需要有一些人來做這些事情 來彌補就是現實跟就是去溝通 把這把兩方把兩方的語言就是拉成同一個水平 或者是讓兩方基本有上基本有共同的語言來做溝通 好關於建立在共同想像呢 比較早的時候開始是就是他們希望科學家來做這件事情 因為覺得欸就是科學家這種專業 所以應該你們自己來講 因為講的比較好 可以 確實也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 呃這是在去年 前年 Will Come Trust 英國的Will Come Trust他做的 他做的研究 那這個東西是他在詢問 他做了許多國家 我們這邊只有選幾個 因為德國是我在那邊念學嘛 然後美國是我們重要的盟友 中國是我們重要的鄰居 鄰居嘛 對然後再來是就是台灣 他在問的是 呃他做的國家就是選這四個 是他問他們說 欸你們對於科學家的信任程度到哪裡 所以如果是科學家做的來 出來就是跟公眾解釋 事實上科學家在各 雖然台灣是稍低 可是其實基本上是80%的台灣受盤者說 他們是信任科學家 他們是非常信任或是信任科學家 所以科學家出來就是講話說 他確實有這個優勢 但是問題是科學家沒有辦法 第一是他在溝通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意識到是他講的事情 觀眾可能就是或是聽眾 跟他的想像是有落差的 所以他變成他站上來就好像在上課一樣 所以這次科學家他做的 第二問題是如果科學內部出了什麼 呃醜聞的話 作為科學家會不會為自己護航 或者會不會為學界護航 就是他的客觀忠義性是 在他學術界自己出問題的時候 這東西是被質疑的 所以科學家對為轉譯者 他確實有這些優勢 或者是他也有他的挑戰 那下一個是 就是我們常常希望就是 記者他可以是一個轉譯者 因為記者他要寫的東西就是要讓 就是要讓民眾都懂 我知道在新聞業界的說法是 記者要寫的是要讓國中生都看得懂 就他的文字程度就是要到 國中生都可以看懂的部分 這是記者的部分 那記者有個好處是 因為記者不懂 就是記者他不會了解很深的科學提示 所以他在解釋很多事情的時候 他會嘗試用一個他能懂的方式去解釋 那如果他覺得他跟科學家溝通 科學家可以講到他懂或他寫的 就是他可以懂的部分 那觀眾你會懂 基本上是做這樣的判斷 所以一度就是在於台灣的記者 其實大家記得就是在台灣的記者 其實他們不是 我知道怎樣想起記者 大家都有點想要罵人 但是這也是台灣的現實 這個是這四個國家裡面 他們問對於記者的信任程度 你可以看起來就到 就是在台灣的部分 80%人會說他們是信任科學家 但只有25%人覺得自己信任記者 就是這個落差是在的 但請大家記得是台灣的記者 他們最大問題 他們不會想寫錯誤的新聞 沒有一個記者是想要寫錯誤的新聞 但是記者的問題在於 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犯錯了 就是他不是要寫錯 但他不知道自己犯錯 就是在記者他們在做 因為他們也很早 我們台灣的記者大部分在高一的時候 就已經從此沒有在碰過 就是科學或是數學相關的 因為他就是覺得自己的數學或是 什麼夠好 所以他跑去念文書 然後覺得此生就再也不用碰到了 然後他也碰到數字這些東西 他就會自動就是往後退 好,這是台灣的教育的現況 但是另外一個限制是 社會上對於記者的信任度其實也偏低 就是台灣目前的問題 所以記者雖然很好 可是在台灣 這個對目前的台灣比較不是選項 那像是欣寅曾經待過的英國 或者是我待過的德國 他們對於科學記者 就是他是一個 就是他是有個專門的名稱 那他們有自己的協會 甚至在德國的科學記者 曾經做過一件事是 那個科學記者本身也是一個科學家 他是後來跑去當記者 他甚至去把 Boss Science 還是Nature裡面的 他抓到裡面的錯誤 然後去跟那個科學家講說他寫錯了 以至於最後那篇文章被撤下來 這是專業化的 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東西對於現在台灣的研究 我們現在希望記者可以學著把事情 不會說就是我們對於記者的 希望做的事情是讓他們不要 就是不要在一個他們覺得就是不太怎麼犯錯 就是希望他們不要有犯錯 因為大部分時候他們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犯錯 所以就是吸引會講更多是他們怎麼想辦法 讓記者對於他們寫的東西就是更有意識 好所以在記者作為轉型者的話 他確實是一個他是被民眾期待 要去做轉型者這件事情 可是在台灣目前是確實有實行上的困難 於是呢就是我們需要終界者 就是我們需要就是記者跟科學家之外的角色 來彌補之間中間的就是彌補 溝通之間的環節 因為如果從以目前台灣的科學家到記者 這個空缺也太大 所以需要中間的人去做彌補 所以我們需要終界者 那其中的終界者角色也許是一個就是國家可以來做的事情 這個是 就是這個是 Wilkontrust他詢問人民對於國家政府組織機構的信任程度 可以看出來是就是我們對於國家這個組織的信任是增進40% 稍稍高於記者 然後就是 就是美國和德國就是這些國家對於他們的政府組織的信任程度還蠻高 至於中國呢不是因為人民對他們沒有信心所以才沒有 而是就是Wilkontrust根本就不敢問嘛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沒有資料的 好 那這時候呢就是 所以我們台灣大概在2016年的時候就是 由科技部出資然後成立了 就是主要資金來源是來自新興科技媒體中心 那他們一直希望就是科學可以就是不要被 就想辦法去讓中間的那個溝通環節更為順暢 然後成為專家跟媒體之間的溝通平台 那他們在開始的時候 所以科學媒體中心 事實上我說台灣其實速度追的很快一個原因是因為 最早成立的應該是英國的科學媒體中心 然後台灣跟德國是同時在2016年成立的 所以那個 我說台灣追的很快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還有其他的國家 也有就是科學媒體中心 那台灣開始在做科學媒體中心 其實他們是經過目前科學媒體中心 現在的走向其實也是經過一段的摸索 那他們一開始 因為其他國家有的例子並不多 你看就是目前是到現在 上面有的國家也只有六個 那在科學媒體中心成立的時候 其實那個數字也不是很多 他們以至於可以去參考的對象也不是很多 我們就看看英國怎麼做 那德國甚至是跟台灣幾乎同時就開始了 然後也就是參考價值也有限 所以他們那時候也花了很多的時間在摸索說 他們的方向在哪裡 那當時台灣有的就是所有我們說的科普 那那種比較像是把科學用的非常有趣 然後讓民眾來喜歡的 就是他們會有一種就是 是不是要教導公眾要有更多科學的知識 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討論在科學媒體中心裡面 那他們也是摸索到現在有現在的方向 然後他待會也吸引會也彈 那今年 因為今年還是去年最大的突破 應該是你們成為了就是全球網路中的一環 那這個是就是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台灣的科學媒體中心 可以跟我們最被扣到國際的脈絡上面 好然後呢我們來進就是 在場各位有去看到自己的照片 就是在裡面就是在這個轉譯的過程裡面呢 就是他們後面是一個工作團隊 所以轉譯這件事情其實不是一個 就是他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們需要就是我們今天會來介紹的是 轉譯者還有轉譯中心以及他們背後的工作人員 那吸引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我就要把就是 現在他就要來講食物上他們遇到的什麼樣的困難 嗨大家好 感謝大家來 我本來沒有期待 結果本來當地很少 然後就跟我朋友說他們怎麼來 不然又有人就很糗這樣 結果就來了很多好朋友 謝謝大家 那這是我們的團隊 對這個團隊呢基本上 因為剛剛大家就是零月月經主持人都講過 我們其實是一個科技部的計畫 那你知道科技部計畫下來以後 他就會有他希望你能夠做A,B,C,E這樣子 所以他就圈了幾個領域 那這些領域呢就是我們在執行的時候的轉譯 也好加在這些領域其實 如果你把這個領域稍微擴大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涵蓋台灣大部分 我們需要的科學知識跟專家 我們在這裡看到就是譬如說我們有處理 AI、5G、食安、循環經濟 然後綠能、氣候變遷 然後這是我們的媒體公關的同仁 然後這是我們做生意領域的研究員 然後這是我們超強的後登博士生的 那這裡面最新的組成大概就是我們的媒體公關 就是我們後來發現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這樣的角色 就是我們現在的助理研究員他們 我們剛剛講的就是SNC他要做的事情是 每核專家跟媒體 那我們每個助理研究員其實手上就不斷認識專家 但是我當我們要介紹給媒體的時候 發現天上是兩個世界 就連我們都覺得我們跟媒體的世界是兩個語言 然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跟專家 因為他擁有共同語言之後 我們發現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跟媒體溝通 所以我們就請了一位同事進來 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告訴我們媒體要什麼 我們這些東西能不能為媒體所用 或是說媒體對我們有什麼需求 所以最後現在這個完整的站隊大概就是講的這樣 那我現在要來講一些就是這個 科學傳播的讀事傳說這樣 就是我們常常會 剛剛講很多科學就是數學知識啊 開根口啊然後什麼CO2啊 都其實離我們非常遙遠 但其實我們生活中是有科學的 只是這些科學呢用一種很微妙的方式 他牽進你的生活讓他通常回族的一道 那我現在會講幾個都市傳說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 有哪些你曾經聽過 你相信過 你仍然相信著 或是你其實有因為這些傳說 影響到你的行為 就是說你們有沒有聽過人家說 如果我們有一群同學一起相處 一群女生一起相處很久的話 我們的生理期就會同步 就是如果A來的話 B很快就會來了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有很多朋友告訴我說 他家的貓貓狗狗是不吃乾飼料的 因為他們覺得乾飼料裡面有太 他們會添加太多有的沒有的東西 他們都餵他們的寵物吃 尤其是餵貓吃生肉 然後我朋友告訴我說 他們因為吃生肉啊 如果裡面有毒啊什麼的麻煩 所以他們就會去買那個有機飼養的雞 然後貓就吃生肉 打成肉泥 然後他們骨頭拿去燉他們的牛 就是他們的行為已經 因為他們的這個知識結構 他們最後就變成是貓吃有機的雞肉 然後人吃骨頭燉著糖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沒有聽過 人家問說你的大腦年齡幾歲了 這個應該還蠻常見的 就是我們大概都有做過 或多或少會忍不住做一下測驗 就是大家會想要知道我的骨頭幾歲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你有聽過這個傳言嗎 就是愛罵髒話的人志向越高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訊息的變形 就是愛罵髒話的人越適合當朋友 類似想這樣 然後還有就發燒應該是退燒藥嗎 就是我曾經聽過一個 有朋友告訴我說發燒不一定是退燒藥 他應該讓他燒 就稍微再排毒這樣 如果你是退燒藥的話 還不排毒不會好 然後例如說你有被問過 或是你曾經想要知道自己是左腦人 還是右腦人嗎 你有沒有做過任何一種測驗 測驗到底是左腦人還是右腦人 然後再來就是 你有沒有擺保溫杯 因為保溫杯現在就是因為環保嘛 大家有保溫杯 但有人不會用他裝茶或咖啡 因為他們覺得茶跟咖啡 放在裡面放太久的話 然後他是酸性物質 然後他會融出那個保溫杯的baby 然後會有毒性這樣 所以我很多朋友他們買了保溫杯 但還是用紙杯喝咖啡 因為他覺得保溫杯的那個很毒這樣 再來就是 這個之前我就是朋友的臉書上一直在轉 就是寵物體不會被防癌 然後每天大家回家吸貓變得開心 我說他太好了對不對 就是這些事情 事實上就是我們可能都沒有意識到說 這些事情事實上他在影響我們的生活或行為 然後這裡面其實他可以是有科學根據的 我們等一下後來會講到 其實跟一個中心叫做事實查核中心合作 其實他會不斷的收到媒體來問的朋友 民眾問他說請問到底真的假的 他就要去查核 那裡面很多這些像 寵物體位格防癌啊 越愛罵彰化的人志向越高啊 至少這兩個是我們收過的要求 就要請我們 他是有paper的喔 就是有paper寫出來 就是你會 你一定有印象 你看過一些新聞 他裡面說什麼什麼研究 認為什麼什麼研究說 你做錯了 可能說對了之類的這樣 他好像都深圳裡面有個研究 有些時候你還真的找到類似的研究 但是通常他都不是上面說的這些東西 然後以上講都是錯的各位 所以我們要問的是說 當我們收到一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直覺 或是習慣去問說 好這個訊息是誰說的 然後什麼時候說的 有的時候真是out day day 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但是大家現在還在不斷的講 然後這裡面有沒有專家背書 如果有的話專家是誰 他真的是專業嗎 那你接受到訊息是從網路來的 報紙來的還是line 那他是真的是 他是一個心知 你從來不知道 從來很驚訝的事情嗎 還是他其實在靠近的嘗試 像譬如說保溫杯裝咖啡 就大家都過度過小可以相信 酸性物質有腐蝕性 然後他讓你覺得 咖啡跟茶是酸性物質 所以他會腐蝕你保溫杯 大概這樣的訊息 都是扣著這樣的知識結構來的 再來就是他到底有沒有很影響你的生活 這些都小事 其實都真的小事 但是就像尹瑞剛剛講的 如果我們今天是要公投了 或是我們今天需要為自己的人 或者說我生病了 我要不要照X光 我要不要照核子公正 我接受到輻射會不會傷害我 我要不要吃藥 這些事情可能就真的會影響到 我們的醫生生活 但是當我把這些事情告訴我的朋友 就當他在做這些測驗 或者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你知道這是錯的嗎 然後他就會覺得 你太無聊了 就是對我曾經有朋友 就我不斷告訴他 他就在領域上發了一則就是大寫字體 然後說科學家這是最無趣的生物這樣 就是他覺得 這些人其實還蠻不適合交朋友的 就太沒聊天這樣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呢 是能夠媒合媒體跟專家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在台灣的這個脈絡底下 就像我們裡面剛剛講的 其實當我們在講媒體跟專家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想到政府 也就是官方這三件事情 其實很多時候構成了我們對於 不管在新聞上 政策上有關於知識 科學知識的建構 那我們理想中的媒體呢 應該是要查個消息 他最好深度報導 然後他被要求要評分中立 那如果是專家呢 他最好是專業正確 他有正義感 他可以深入解除 那就是官方呢 他有資訊透明 公正客觀 未必交響 這大概就是我們對於 這三種角色的期待 那事實上呢 我不是所有都 跟這些東西不符合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從 我們要求他們有這樣的特質 那他們彼此之間到底怎麼期待呢 例如說我們接收到的媒體 當我們告訴他說有沒有專家 或是他來告訴我們說他要專家的時候 他通常只要一件事情 快 我三十分鐘內給我名單 我三十分鐘內就要訪問到人 兩個小時之內 我就要出幾十 如果你不給我的話 那我就找別人 什麼叫做找別人 就我們就是了解的是 所有的記者越資深 你口袋名單就越長 也就是你可以 有越多人願意在第一時間接你電話 你就是一個越有可能 即時發出新聞的人 的合格記者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找不到 例如說我今天需要一個病毒專家 但我口袋裡其實沒有做病毒研究的專家 我怎麼辦呢 我就把醫生的 神科的 真的找不到 實案的我也找 就是我把所有都沒有找起來 然後他打電話去 老實會說 我不知道啊 他沒關係你就講 你講以後我就可以發 這樣 所以他裡面其實只需要專家說 但你說這個是記者的錯嗎 其實他必須要完成他的工作 但是他其實是沒有資源 也沒有時間去瞭解 或找到他真正需要的人 官方對於媒體大概是怎樣 這大概也都知道 就是對我不好 你最好不要寫 對不對 因為我還要 我有 我的政策要實施 我要選舉 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如果你寫了 可能會造成的麻煩 所以你最好不要寫 那專家對於官方的態度呢 就比較 我們知道比較各式各樣一點啦 就是這件事情呢 我們慢慢會再講到 所以這個造成什麼現象呢 這個現實世界就是 當媒體間打電話 每個都兜兜批認 現在就要給我答案的時候 專家到後來就不接電話了 那專家很有可能 他們也或多或少 曾經受到傷害 譬如說他曾經 我們聽到的真實案例就是 A記者問了專家有問題 然後他就是還有訪問啊 影片一些 然後結果專家也沒有時間了 他很忙 然後他也不知道他什麼路出 結果他下一次 但是過了很久 然後發生另外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同時又問他說 欸你怎麼講這個話 他就說沒有啊 我沒有講這個話 他說你沒有被採訪 然後說有啊 我很久以前被採訪過 就是A記者 當時問他的問題 他覺得應該在 B問題也可以拿來用吧 所以他就把A採訪的結果 把他放到B的新聞去 專家就會覺得 沒有我沒有講過這個話 而且我也 這也不錯的立場 但這個專家後來 覺得很nice 還是願意接受訪問 因為他認為應該有正確的資料 在上面 但是他希望我們幫忙處理的 是像這樣子的問題 那官方對於專家的立場 大概就是 你不要用輿論亂 這樣 在某一個事件 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當然要很快 出去找專家 因為我們知道媒體會來訊息 他會要這個世界裡面的A B C D E 相關專家 我們就一個個去找 然後專家啊 我們都找到人碰面了 專家跟我們講說 哦 我跟你們講話 因為 呃 某某某 不希望我們講話 這樣子 他們覺得 現在訊息就是 他們統一發佈就好了 我們不要講話 會比較好 那 也還好就是在那個事件裡面 政府發佈的訊息啊 政府做的措施或作為 其實是一直在 就是一直在事件上的 然後也一直都是 正確的訊息 但如果不是呢 就是 當今天官方跟專家 一直存在這樣子關係的時候 其實他也 這也不是一般民眾想要看到的 那 媒體對於官方的態度就更是 你可以每天辦記者會 但是你仍然不能決定 我要多相信你 這個就是當今天這三方的溝通 他沒有很順暢的時候 有可能發生 我們的現實事情 是講這個樣子 我們在說服專家 加入我們的專家資料庫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運作是 我們有一個專家資料庫 然後有一個媒體資料庫 那 當我們有專家 有需求他 可能想要錄出 想要沉浸一件消息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媒體資料庫裡面 找到願意做這件事情的 失去的記者 那在記者他們想要 就我們有一個議題 認識更深的時候 他會來找我們 我們把他找到對的專家 這是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記者不能找對的專家呢 他們不是不能 他們有能力也可以 但是他沒有時間鋪天蓋地 在全台灣所有 譬如說我要找 假設再回去一個病毒專家 我要如何知道他有哪些病毒中心 要像南大學裡面有在做病毒研究的老師 一樣是審科系裡面有做 各式各樣做各種蛋白質 什麼煤啊 什麼有的沒有的 他怎麼知道誰做病毒 那這個時候他其實來過我們 我們的研究員其實日常就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研究員的日常呢 就是要把每個老師的底部忘記清楚 但是通常這件事情也會有困難度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每個老師他其實很忙 他做的事情可能很多很多 所以我們會透過很多不一樣的方式 我等一下會一一說 但是我們去找專家的時候 通常會告訴專家一件事情就是 你最好要在對的時間說話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今天選擇沉默的時候 這件事情沒有你的聲音 他只能找別人 這個別人的聲音的資訊 不一定是會是對的 或是他只能是片面的 這個時候他出來的資訊就會偏誤 偏誤的時候民眾就會有恐慌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媒體亂寫 然後專家還是不說話 因為專家會覺得媒體都亂寫 所以他還是不說話 然後他又重複的回去這個循環 然後這個循環呢 就是我們都不想要看到的循環 但事實上就是怎麼這樣子 那我們就告訴專家 很多專家會有人說 喔我現在在事件發生的時候 我不要講話 但是呢 當風頭過去的時候 我就願意幫你寫一點東西 那我們在爬書不管 主要是爬書英國的訊息 從他們從2002年開始成立 他們其實站在風口浪尖上 打仗過非常多議題 包括基改作物 包括氣候變遷 包括MMR疫苗 就這些事情 他們其實都告訴我們一個消息 就是當你需要你說話的時候 當風頭正就是 風頭最高的時候 你就是應該站在浪上 你才有辦法跟著浪傳播的很遠 如果你今天在風頭上 你選擇不說話 等你想說話的時候 已經沒有人要聽了 那那個時候 你的消息傳播出去的速度就會滿足 那這個時候 你如果要再抱怨說 喔媒體都寫錯的 那你要回頭看 就是我們有沒有在應該要說話的時候 花那個力氣跟時間做這件事情 但這些呢都是建立在一個前提上 這個前提呢叫做 媒體本意就不想亂寫 我們不是沒有發現 有些媒體朋友 他相對來說 他覺得時間最重要 就是如果他的工作順序 有一些優先順序的話 時間會是第一項 正確度會排在第二或第三 甚至是後面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好沒有關係 如果你需要時間 我需要很快的時間 我們經歷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給你一個對的專家 這個也是心靈科學美題中心 一直在做的事情 那所以呢我們跟科學家說 說話有風險 但事實上沈默也有 只是沈默的風險可能更長更久 例如說有可能整個產業會消失 因為當你之後今天一直接受到 錯誤的學習的時候 大學是不會想要去念這個科系 那這個科系以後出來的人 會沒有產業可以工作 其實在台灣有一些產業 的確就是從十年前或十年前 的消息直到現在 其實有些產業是這樣子 慢慢的有生存的困難 那我們告訴媒體的 就是有參加一個媒體朋友 他跟我說 如果你三十分鐘 那你不給我專家 我就找別人了 我為什麼要找你 那我問他的問題是 那如果你找到的人 是錯的人 你要寫嗎 就是我們想要挑戰的事情 是實際上很重要沒有錯 但是也不是全世界都有像台灣一樣 播不完的二十四小時的新聞 就是我們到底需要多幾十 我在英國的時候 那個時候前幾年常常會 沒有常常會 但是英明大概會一次吧 會那種恐怖攻擊啊 或是有人衝到酒吧裡面做不通的 然後死了死桃桃 就很慘烈 可是你看他們在媒體 其實還蠻自製的 那個時候 難道大家不想要知道第一首 五分鐘內 我要知道全部的事情嗎 都會 但是他們會選擇 例如說 我有update 我覺得update給你看 但是我絕對不會update 我不確定的消息 所以我覺得今天如果大家來聽 我們可能都要問自己一件事情 就是我到底需要多即時的訓息 就是這些訊息 我一定要現在知道嗎 我現在知道的東西 如果是錯的 我還需要這樣的 這麼緊急的時間嗎 那SMG到底在做什麼呢 當我們在說服專家的時候 我們可以寫 他寫科學文章 就是一個比較lay back 就是不要讓他 馬上衝到前陣 前線的這種做法 那當我們在看老師的科學文章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內部也不斷的做flag chain 就是老師們其實也在跟老師溝通 這樣子說話 大家聽得懂 這樣子說話大家聽得懂 老師其實這個證據只能說到這裡 我們這邊是不是先刪掉 就是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相信對老師們來說也是一種刺激 就老師可能已經很久沒有人跟他說 老師你一定要刪掉 都是他告訴學生說 你這裡要刪掉 那邊要加字 這邊加一段 那邊要加一段 所以我們剛剛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們助理研究員都每個人都很錯話 這樣就是我真的可以改老師的文章嗎 這樣 但是也許應該應該讓老師知道 就是如果出去是錯的 他對你的傷害還會比我們大 那我們今天要做這件事情 是我們共同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這個是為我們都好其實 然後請老師做即時回應 什麼是即時回應呢 就是有個事件發生 新聞發生的時候 我們請老師回應 例如說 5G的訊號 會不會影響氣候衛星 氣象衛星 對 那大家一直在吵5G 同行啊 然後大家都需要 在變成一個 改變人類生活的一個信心創造的時候 發明的時候 他潛在的風險 有沒有一開始爆 可能只有一家 對 然後你不出來說 他真正的狀況是什麼 會有第二家 會有第三家 對 那他接下來可能影響的 可能是 你文化會不會有一個影響 但是你覺得他好像有點危險 這個就是我們常常在接受訊息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其實也說不太明白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但我持續覺得 好像有風險 這樣子 對 那再來就是澄清事宜 澄清事宜大部分的時候 就是我們收到 視察中心的消息來 然後幫他讀paper 這樣他會講到更仔細 然後再來就是節奏訪問 有可能是專題 文章 有可能是 電視 新聞 這樣 媒體呢 我們幫他做了幾件事情 就是我今天 例如說 之前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終於到 台灣 大家很關心空屋 關心空屋以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新聞 可能從國外來的 跟台灣 有個新的研究 他說空屋可能會造成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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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 健康上的貢獻 那其實他是有paper的 那媒體也報了 記者 有時候就會來問我們說 這個旗艦到底在寫什麼 因為可能是外國的新聞 台灣還沒寫 台灣記者想要寫 就會說 這個paper大概寫什麼 就幫他解讀其他文章 然後我會告訴他說 其實台灣有在做類似文章的老師 然後幫 甚至幫 協助他 你一定 老師可以回答他方告 所有做專業科學的老師 我自己是科學家 我 拿到博士之後 我知道的事情是 除了這個領域之外的其他事情 其實我也不懂的 就是 我覺得 記者可能 或是說大家對於科學家 好像有一個想像 這個想像就是 太平耀博士了 他是一個科學家 他應該什麼都懂吧 事實上做物理的 可能也只知道物理的一點點 我做認知神經科學的 我也只知道 認知神經科學的一點點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也需要協助記者 去擬定 老師可以回答一方告 不然他問了 老師也沒有辦法回答 再來就是 我們要翻譯專業的文件 我們曾經犯過一場 媒體報題書才會 那我裡面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國外相關的文件 全文翻譯 翻譯 它本身就是一個宅要 我們把這個宅要全文翻譯 翻譯的時候 然後幫這個宅要 再做一個宅要 然後這個宅要之後 我們再把這裡面的 專用名字 再做一個名字解釋 所以當媒體資源來的時候 他可以拿一疊的東西回家 他不一定今天就要報新聞 但接下來這一年 他只要 需要寫到氣候變成的題目 他就有資料可以參考 那在媒體報題會的時候 我們也請三位 做氣候研究的老師來 他也知道哪個專家 其實他的專長 有什麼提到什麼問題 對 這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也幫忙他們 找到最實的專家 所以呢 我們請專家作為 就是請他們提供多元觀點 然後我們也會邀請專家 參與小型的專家諮詢會 那專家諮詢會 其實大家聽起來 好像是一件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但我們其實最初的原因 就是希望專家諮詢會 是不同領域的專家 可以坐下來 然後把你會怎麼講 給另外一個專家聽 這其實在我心裡 我不知道這個 就是做科學傳播的學者 會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但在我心裡 他是第一層轉意 就是一個專家的話 他要講給自己 就像我以前在學校 我從來不用跟人家討論 什麼是科學 可是當我離開了實驗室之後 這個問題就常常跑出來 我從中問我說他是科學家嗎 然後我就會傻在那邊 我就想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要怎麼去想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會有內部的辯論 但是實際上 你要做一個決定的時候 那會是什麼 那我們請不同的領域的專家 坐來這邊 其實也是譬如說 讓生態的專家 跟做工程的專家聊天 那我們會順應的主題 然後其實他們用的語言 非常不一樣 可是當你有一個共同 需要討論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找到一個交集的 我常常覺得 溝通其實他就是你不斷練習 跟不一樣的人說話的過程 那專家也需要這樣子練習的機會 只是這個機會通常播在課堂上 因為不會有人跟他說 老師我聽不懂來講什麼 因為老師會覺得 你為什麼回家不讀書 但是這件事情 他在離開課堂上的場域之後 他其實就是持續不斷的發生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發生 是必須要創造他的場域的 那媒體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請 我們邀請專家參與 就是來開記者會 然後我們提供相關的科學的證據 給記者 然後不會專家安排專訪 給你 然後呈現 譬如說曾經有媒體 朋友來說 我想要做一個氣候變遷的題目 然後我們就說 我手上有ACDE專家 他們其實都在做科學 氣候變遷的不同面向 那你其實可以這樣切 那樣切這樣切 然後記者也覺得 欸這樣蠻有趣的 但我可能還需要去補防 那個人這個人 另外一個人 我說好 那這個報道看起來就會很豐富 然後這也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這個聽起來就是很理想世界 我們今天一直帶一個理想世界 就是我媽覺得我在做什麼 但我真的在做什麼 其實我們真的在做的事情 就是跟記者說 我們想幫忙 不是想要找麻煩 很多記者覺得 我今天就可以出新聞了 我何必 我為什麼要等到明天 我為什麼要等你給我專家 我這樣寫 沒有人會覺得我錯啊 我一樣可以交差啊 所以我們想要告訴記者是 但你想要某一些流程跟診的長老 那讓我們來幫忙 那我們真的告訴專家的事情 是請幫幫忙 不然大家都很麻煩 就是你可能會受不到學生 產業會有問題 那這些事情也是我們告訴專家說 其實當我們在說媒體都亂寫的時候 某個程度 我們其實也可以盡力的 去做一點小小的改變 好 剛剛好像有朋友說 對轉譯特別有興趣 但我也不確定我現在講 會不會就是回答上你的問題 我心中的轉譯是什麼 其實最淺白就是我們把專家名字 轉變成大家聽得懂的話 我們把英文轉成中國 但是這樣 這樣是遠遠不夠的 就是我們其實做了很多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記者的回應還是看不懂 然後專家會覺得 你怎麼把一個很專業的東西 搞得好像我很不專業 你知道嗎 那我們其實在轉譯過程中 是要去轉譯 所以記者跟專家之間 他們做這件事情的目的 跟做這件事情的方式 我們就要告訴記者 科學研究是怎麼做的 科學家為什麼要做實驗 我們要告訴科學家 記者為什麼要寫 那他寫的方式 他會怎麼樣切入 用這樣子的方式是轉譯兩邊 在心理狀態上 不管是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目的跟方式 其實雙方如果都知道的話 他會有比較好的溝通進出 再來就是要告訴他們 記者這樣子切入 但是他的產製過程 就是他的時間很緊 在這個時間 在他訪問多少人 他必須要寫什麼面向 他不可能只 包括只引用你一個人的手法 他會引用別人的 那這件事情專家 也要可以知道說 喔在新聞的產製邏輯 是長什麼樣子 那記者也要應該要知道說 科學家今天在做這個研究 他為什麼做A研究不是B研究 為什麼他問這A問題不是B問題 因為很有可能B問題根本就不是科學方法可以解決的 那這個就要請記者去問別人 這件事情也是我們在轉譯過程中 很希望做到的事情 也是一直在嘗試做我的事情 所以在第一個層次 我們在解決的是What的問題 第二個是為什麼要怎麼做 第三個是我們想要解決的就是 彼此能不能互相理解那個時間是誰 那我們希望是 就是這個理想世界又出得來 就是我們可以有共同目標 我們可以有共同的語言 然後我們共享一些合作成果 也要告訴記者 專家講的話你不一定聽得懂 但這很正常沒有關係 我會幫忙 然後跟專家說 記者問的問題可能很犀利 那沒關係 我會幫忙 就在這個過程中 這個合作成果 他不會是大家都滿意的 可是大家會看到說 喔我原來事情是這樣運作的 然後我們也要相信每個人 其實都可以有改變這個狀況的 這個人力跟意願 好 這個是我們在實際行動的困局 科學家 我們常常常有科學家 特別有個同事 就是我們專門後面有個同事 他常常會問到科學家 就是科學家就會說 你為什麼要找我 他有科學家說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然後他當然說 我從網站來找到你的 然後隔天網站上那個 E-mail跟電話都不見 就是他很緊張 他會覺得我這裡就好 好做研究就好了 你為什麼 為什麼要來巴勒我這樣 對 然後還有專家會告訴你說 我已經講得很簡單 你還有我 你還有我怎麼樣 我最簡單就是這樣 我學生都聽得懂 這樣 然後再來有專家會告訴你說 我可以幫忙 但我不想受訪 嗯 那老師你文章願意被他轉載嗎 那他如果願意的話 他我們就可以要請他一些科學文章 然後通常他如果願意寫科學文章 然後看到一個媒體轉載 然後大家會覺得 哇很有興趣 有寫得真好 老師可能就會再願意多做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我們在實務工作上 很希望透過一次一次的改變 去促成的事情 那我們把一個題目都管好好的 就是有不一樣的面向不同的老師 然後這樣千兩千千 我想到一個媒體 然後媒體就說 你知道我們什麼學文 你都不想知道 你都不想聽 我們當然可以挑戰說 民眾真的不想聽嗎 他就會說沒有 那點閱率就很低啊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 我們不會天天看很深 因為我們知道 這是事實 但為什麼即使是這樣 我們還要去追求正確追求深度 那記者的話還會告訴我們說 他們有新聞性 他們有記事性 他太難聽不懂 然後甚至我們曾經要辦場記者會 但記者會的前一天晚上 我們的媒體公關局 我們自己一天晚上講 然後就有一個 一接起來 我們的記者說話很大聲 他就說 我們專家立場是什麼 支持還是反對 然後媒體公關局說 沒有我們就是要提供一個 比較正確的 多元的歌曲的資訊 他說你這樣我沒有辦法寫新聞啊 你這樣我每天我怎麼知道我還要不要去 然後媒體公關局又會這樣 好想好切的講完 他就要掛掉 他就給他一次來 就是這些事情他其實是講的 就是說其實 我現在講好像是一個個案 但事實上我們也會有這種思考方式 就是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答案簡單一點 當我要買ADCTE的時候 你就直接告訴我哪個CP值高 我買下去就對了 你不要讓我花這麼多時間 我要一個一個查理對不對 然後我還要想要知道 你再一個點 跟我再一個點不一樣 太累了 你就給我一個答案 其實這些事情都是人之強情的 只是如果我們今天想像中的一個社會 是需要各種不一樣的知識 然後我們都可以跟我們的不一樣 有透明的資訊可以做決定 那這些事情可能就是 我們要一起目的的事情 對 其實最常問的就是 所以結論咧 沒有結論就是要你幫我們聽 然後他就不聽這樣 好 這是我們現在媒體合作的模式 第一個就是即時新聞合作 就是說我們曾經跟端傳媒合作 他們來詢問我們 當時六七爆炸事件有沒有老師可以解釋 那個爆炸的場 他其實是在整個產業鏈的位置這樣 那我們也有專利合作 例如說沒有跟點好報的月景工程 合作實力安全的這一題這樣 那我們就是提供一些專家 我們知道有專家的科學觀點 然後我們借專家受訪 專家合作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市值財和中心 那市值財和中心他會 常常會來這樣的消息 這些然後我們就要幫他Pack 然後找專家 然後最後有一個陳情的文章這樣 那市值財和中心厲害的地方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follow這個臉書 就強力推薦可以follow 其實他們可以做的事情是 他們其實可以有效的降低 被查核是錯新聞的出擊率 那這件事情他其實是 我們也會把這件事情告訴專家 專家如果知道我做了這件事情 它是有直接影響 而是專家很願意的協助 這個也是我們覺得要 讓更多專家知道 我們要寫我們在做的事情 一個很好的嘗試點 那我們現在的專家資料庫 大概有311位專家 然後有全台灣各個不一樣的大學 那專家會寫算寫科學文章 有新聞議題很重 其實一般讀者都可以讀得到 就是在我們的網站上 但是我們現在的這些內容 還是稍微一片難 就是我們也希望他可以 理想世界是他可以通過媒體 對自己有興趣了 然後他來採訪你或專載 他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畢竟媒體的專業是我們都沒有的 就是他真的很熟知大眾語言 這個語言其實是媒體他們 在專業訓練過程中 不斷不斷訓練而來的 我們也希望可以借助媒體朋友的專長 然後一起做到這件事情 那最後是我稍微分享一下 我在英國參與的一些機構和活動 那我之前是認知神經科學 我在英國的UCL念書 我在念博士班的時候呢 我的老師是一個非常喜歡做大眾 就是public engagement 就是跟大眾溝通的一個老師 那我曾經去參加過Science Festival 它就是一個像科學博覽會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是底下的一個人 然後這是爸爸帶著小孩 然後這是我那個時候做實驗的遺棄 然後這是我放一個大螢幕 然後我做的那個這個要呈現的是 我讓我做的笑聲聲音的實驗 然後我要讓我來的人知道說 喔原來當我在講話我在唱歌 我在呼吸的時候 我的胸腔起伏跟我的聲帶 或是喉頭其實有不一樣的震動 所以我就把一些感受 是放在他們的身上 然後請他們做不一樣 放出不一樣的聲音做不一樣的事情 他們眼睛就會看到上面這個螢幕 有一些就是他自己產生出來的訊號 然後這其實是讓小孩子也會有興趣 因為他從來不知道說 他在呼吸的時候 他胸腔起這個 胸腔起這個擴大跟縮小 那像這樣的活動 他是連辦三天 然後他請的是每一個實驗室的人 就是到一個博物館 一個很古老的建築裡面 然後每一個人都可以擺自己的攤 然後在裡面就有各式各樣的人來參與 然後這個是我老闆 這是我老闆 這個是節目主持人 這是我老闆 接受BBC的一個節目邀請 一個節目叫做Horizon Horizon它其實是一個歷史悠久的科學節目 這是一個大概兩個小時的節目 那它是 它會真正發生的時候呢 這有點太遠 大概就是兩個專家 我老闆在UCL 然後另外一個專家在劍橋 然後還有這個主持人 他們三個人 他們一邊講的時候 底下是Live會有觀眾 就是這樣慢慢的人兩周間來講 然後沒有Live的事情 為了這個晚上的兩個小時 他們從早上9點開始排練 然後同一件事情 同一個笑話 同一個橋段 要練習一下五次 就是講到後來已經沒有人笑得出來了 但是還是要一直練習一直練習 因為他們希望最後在做的時候 是大家可以參與 然後它是真的有效果的 我那個時候是大概坐在這個位子 就是我那時候把我那個電腦帶去 然後把我那個 就是測量胸腸的那個儀器 放在某一些那個參與者身上 然後他們一邊在聽他們講笑話的時候 我就一邊記錄他們的呼吸跟笑聲 然後到最後就讓他們看說就是你剛剛笑 在講某A的時候你的笑聲長這樣 然後你沒有在笑 你真正聽的時候你的呼吸這樣這樣 那我也去過 就是Wilcome Trust 剛剛那個也有提到 它其實就是一個 英國最大給錢的機構 資助科學研究的機構 那他們其實有一個Event 叫做Media Event 他們很酷 就是他們也是一個很古老的建築裡面 然後他們會某一天 他就要請邀請所有的科學家 不要所有的很多科學家在那個大俄裡面 在不一樣的角落擺放你的就是給吸這樣 那他邀請的是誰呢 就是美麗記者 美麗記者來幹嘛呢 喝酒 就是我們當天晚上我們就站在那邊 然後他會給你一些奇怪的東西 要你佈置然後你就要站在那邊 然後就是整個燈光就很像夜店怎麼樣 你就站在那邊然後就是在那等 然後這些記者朋友呢 他們就會走進來然後穿得很漂亮 然後就拿著酒店 然後問你說欸你的專業是什麼 你做什麼的啊你就秀給他開這樣 他其實用很多方式讓專家 直接面對大眾 或是他讓專家跟美麗記者 有除了就是我挑你錯 你挑我錯 你覺得我不夠好 未決定你怎麼樣的那樣的場合 然後最後是他們 這裡沒有找不到照片 就是他們有一個科學博物館 他們科學博物館裡面有一個場域 這個場域就是有很大的空間 他邀請科學家來這邊做實驗 所以所有的科學家都是在實驗室裡面 但他今天有一個開放的場域 所有來倫敦科學博物館的人 都可以是你的壽司者 他讓壽司者當就是沒 這樣他們有真正接觸到科學的機會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也有很多 這些活動其實就是也是讓爸爸媽媽帶著小孩來 然後都是一流的科學家在跟你解釋講解 這些科學家也知道底下做的人 會有可能會是六歲的小朋友 所以他們會用非常簡單的語言 把就是他們劣質的過程 把他會的知識講給小朋友聽 對 那這個大概是我在英國的經驗 那這些經驗也還蠻鼓舞我 就是在這邊做SMC的事情 因為我發現這件事情 就像李悅講 他其實從科學的實驗室 移植到大眾語言中間 其實需要非常非常不同的人 各位今天聽了文章的某些事情 你在講給你的朋友聽 他某個成立的這種專誼 只是這個專誼 他可能沒有像科學研究到大眾語言 這麼艱深跟困難 但是我相信我們每個人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都是成了一個傳播責任 那我也希望大家請加分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有講好就是最後面 因為吸引他有這些經歷 那我們也有想說 剛剛我們講了很多是在就是科學跟大眾 就是科學家跟記者之間 那我們覺得就是依賴給大家 就是更多的轉譯者的想像 所以轉譯者就是有很多種 剛剛講的是從學術界到新聞媒體 但是有另外一種是我們常常接觸到的媒介 是電影 那電影後面其實常常會有很多的科學顧問 他也是在扮演後面的轉譯者的角色 像星際效應就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如果你知道執行製作的 叫做物理學家 這本書還 電影蠻好看的可以先大家看 那他背後面 他那個參與的科學顧問 他後來把他整個參與的歷程 寫成一本書叫做星際效應 這裡面講到了所有在那部電影裡面 有用到的科學知識 還有他們怎麼去把那個 想像那個蟲洞是怎麼畫出來的 好但是呢 重點是裡面雖然很多公式 什麼但沒有關係 請大家歡迎大家去看第一章就好 因為在第一章裡面他有提到了 這個科學家是怎麼開始跟這個媒體 怎麼跟好萊塢合作 包括他裡面有講到的簽約的部分 他裡面有幾個條款 比如說這個物理學家有說 違反就是科學現實的不准編進去 這要雙方都要合 所以他就是一個合約式 裡面劇本裡面可以放什麼元素 不能放什麼元素 這些東西都是寫在第一章裡面 所以這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剛剛行營講介紹很多是 科學家跟記者之間的就是那個就是拉扯 那在這裡面其實也有一樣的狀況 那美國他們的方式是一個 就他們就走合約式 我們要開始合作可以 但是先把裡面大家的那個條款 界線都寫清楚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那更有趣的是 在另外一部片是 The Big Bang Theory 裡面也有科學顧問的參與 是一個學者 那很有趣的是裡面其實 就是學者的參與有的時候 他不是只是讓裡面的資訊變正確 在戲劇裡面 他需要做的事情 他是要包括場景 聲音 都是其中一個要讓裡面元素變正確的 事實上 在The Big Bang Theory 有的人真的很 就是我們那個報紙上有寫 就是有天才的觀眾 會去看那個後面的黑板寫什麼 然後去算裡面的 事實上裡面的資訊都是對的 就他連那個背後的物質 黑板上面的公式 上面都是正確的 因為是科學家提供的 那另外一個是 之前還蠻有名的 是在講那個NASA幾位黑人女性的 The Infigures 對他其實後面也是 這些科學家在這些畫面裡面 他做的轉移的事情 不是只有在講知識的正確性 怎麼編劇劇本 那事實上就是有些專家 真的覺得這個編劇實在是太有趣了 他們想要提供梗的時候 通常都會遭到打槍就是 啊告訴我 這個人怎麼寫進去 就沒有人要看啊 這個事情 這句話是那個 我們的麻醉風暴的科學部門 就我們有去訪問的醫生 他有跟我說就是 他們 他強勢要給蕭力修導演一些建議 但是那個導演跟他說 這個進去 這部片就失敗了 其實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 另外一個我們的科技部 曾經補助過的還有是 劍士英雄吧 CSR還有兩劑 那裡面的科學資訊也是好幾位科學家都查過 所以他也是一個轉移 那就是在好萊塢他們做一些很有趣 是他們把這個轉移的平台制度化 有點像是就是現在SMC在做的事情 在美國好萊塢他有一個叫做 Science and Entertainment Exchange 他的地方應該設在 我沒有記錯他應該設在LA 就設在好萊塢附近 他做的工作就是要 媒介那個好萊塢的戲劇團隊跟科學家 就想辦法讓裡面的內容就是變得更為細緻 那The Big Bang Theory是他們其中 就是他們有參與在裡面 還有一個是House 就是House也有科學部門在裡面 還有The Criminal Mind 就是他也都就是放在裡面 是他們這個計畫下面的一部分 所以他其實是想辦法讓轉移這個事情變得制度化 或是他有一個平台 讓需要幫助的好萊塢的拍片人員 他們會有機會可以去讓他們的戲拍的更為細緻 或是更有說服力 那就是要說服大家 我你們之前有看過那個春花望露嗎 對就是我們作為科學的小波人 都連那個八點檔都在看 春花望露裡面有一個台灣版的怪異黑解剋 就是他那個畫面很有名是 他在說啊 這個是腦瘤 結果後面那個X光片其實是乾 就是那個X光片 就是他有就是 所以在戲劇裡面的科學家 他其實科學部門他其實要做的事情 是讓裡面的細節都做對 就是不見得是跟知識有關係 但是他要讓那個場景可以說服對方 另外很有名的山莉有一個是 就是說他是在做那個皮膚的人工皮膚 然後那個道具也是 大家回去可以找圖片 那個道具就是那個演員也還蠻厲害的 就說哇你這做得好逼真 但是作為觀眾想說 哇你這樣都可以演得出來 你還蠻厲害的 就是有這樣的心情 好所以現在就是 事實上台灣就是SMC 他算是一個就是城市 要把這個轉移要做 就是他屬於一個組織或是一個制度化的部分 那在2017年的時候 台灣的科技部其實有通過一些就是法規 就是認為說台灣未來的科學計畫裡面 或是科學研究經費裡面 有百分之多少要成去做就是科普的相關事情 那到底裡面是怎麼樣的科普 應該是大家目前都還在就是科技部目前 還沒有公布出一個明確的就是條款 那就是最後 那就是最後 你在就是我跟馨姨姨姨在開始要就是 醜化這個座談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講到就是到底 呃為什麼要講科學傳播 就是今天 所以大家可以聽得出來 從新的這個打化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沒有打算 就是我們沒有打算要教大家 什麼科學的知識 或是就是我們在促成科學傳播的過程裡面 也沒有 當然有我們自己的價值在裡面 但是我們沒有想辦法要說服大家 去接受什麼事情 因為如果我想要讓科學 我想要讓大來國更多的科學知識的話 我就讓學校教育更好就好 我就做科學教育 因為在學校的課堂裡面 老師有權威性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考試驗證學生的知識 到底有沒有真的學到 所以我如果要去推廣科學知識的話 那我就去做科學教育就好 那如果我要說服大家 就是要一起反和 或者是說就是說服大家就是 呃就是或是支持 支持心跳法案這種事情 那我就去做洗腦就好 就我不需要去跟大家做那麼溝通 我只要想 我只要想辦法讓我的那個傳播策略 可以打到我的目標 這樣子就夠了 可是不是科學傳播 如果它不是為了促成就是民主的知識 就是我們在講我們要有共同的語言 那我們希望就是有共同語言之後 我們可以一起來坐下來談說 欸那這個政策未來有可能是可以什麼樣子 那我們對於國家想像是在哪裡 所以我會去做科學傳播 所以是因為希望知識 可以變得更為細緻 然後更為透明化 那所以才會讓自由 就是民主自由的思考就是更為細緻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回應到我們之前 呃那是今年會出版 其實我們今年會出版那篇文章是在講 台灣科學傳播的發展歷程 那那篇文章因為是 就是一個國際的專輸計畫 所以我們是一直用英文寫 其實在寫的時候呢 會一直 我們其實一直都在質疑的是 台灣的科學傳播 到底跟中國的科學傳播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事實上我們做出來的研究問卷結果 包括就是科學家對於科學傳播的想像 我們跟中國的科學家的 台灣的科學家跟中國科學家的 對於科學傳播的想像 其實是比較接近的 遠遠勝過於就是台灣跟德國的科學家 對於科學傳播的想像 就是我們有那個共同的文化權 就是我們一直在想說 到底有什麼是不一樣的 那也是因為透過寫這些文章的時候 我們其實才意識到 就是我們的不一樣在於 我們過去就是台灣的發展歷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 以前我們對於知識的想像 就是在一個 它可以促成經濟發展 有點像是我們今天就是說 你練那個地環系是要做什麼 那可以吃嗎 就是我們完全是一個 就是我們對於知識的想像 是為了要用自己肚子填飽 那可是在就是其他 我們比較少對於把知識是最重要的 就是做一個文化 然後把知識作為一個就是思考 就是精確跟細緻性的那個想像 那台灣在最近幾年來 慢慢已經開始走到了就是 我們要去就是 知識不是只為了促成經濟發展 那在中國某種程度上 他們還是帶著一個就是 知識是為了促成就是經濟發展 他比較不會去跟個人的目標 持上關係 因為事實上在德國的 呃在中國的科學傳播 會說中國的科普 實際上他是 他是做的比台灣 就是他規定的比台灣更多 比如說他會要求他的報紙版面 要有多少是科學成文 那在那個中國的綜藝媒體上 他們 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中國的綜藝媒體上 他嘗試要把科學也變成 一個綜藝媒體的一環 那確實在那個大的布景 跟那個場景配置之下 他們真的做得很好 而且是有說服力 但是不一樣的是 他們比較沒有辦法去談到的是 到底他對那個社會的那個價值在哪裡 或者是說使我們一直在跟外國學者在談的是 在科學傳播裡面就是 知識的那個追求裡面 在國外跟台灣有些些不一樣的 就是台灣目前正在往那個方向走 是知識的傳播是因為 我們是為了 不是為了要發展經濟 就是不是大部分 全部都是為了發展經濟 更多的時候是 因為我就是好奇啊 我去研究黑洞 不是因為就是他可以讓我就是溫飽 而是因為我就是好奇這個宇宙到底怎麼生成的 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我到底怎麼可以把它弄出來 是對於那個研究上的限制 或是目前的限制 我們想要衝破它 我們想要去做更多的突破 所以才會去做 就是才會去追求這個知識 所以在科學傳播裡面 就是我們希望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希望回應到這個社會的事 我們可以把一個訊息講得更為細緻 而不是只有在一個就是 就是到底連專家人到底以嘗試 反對還是就是支持 就是這麼簡單的二分法 所以在溝通上溝通細緻 實際上就是為了讓民主自由的思考 能更為細緻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因為為了要達成這個目的 所以我們就是需要就是轉譯者 來幫忙彌補中間的每一個環節 我們可以讓電影變得更有說服力 變得更好看 然後我們可以讓我們接觸到 我們的生活已經很難得 離開學校的時候很難得可以接觸到 跟科學知識的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 可以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把一個知識講得更為細緻 讓我們的思考也變得更為細緻 我覺得那個是對於台灣整個社會文化 會有更好的發展 就是我們的思考變得細緻之後 我們的就是未來在所有的生活裡面 也會變得就是變得更為提升 但這邊其實我也沒有要 需要提醒的是作為轉譯者 我們是個人 就不管是科學家或者是媒體 或是公關 就我們就是有我們的立場 我們是個人 就是我們在報導的時候 難免就會有就是我們自己的價值思考在裡面 所以就是最後我跟行李討論出來就是 我們今天會希望大家 今晚的影響之後 可以自助到就是作為一個人 我們就有立場 所以大家在讀每個訊息的時候 其實要能分得清楚就是 能不能界定什麼是事實 什麼是我對於事實更加一步的描述 就是fact跟argument 到底的那個界限在哪裡 能不能分得出來 那如果可以把那個論述 就是你可以意識到說 啊就是寫這個 這篇我講這個話的人 他就是有他的立場 這個論述在裡面 雖然他有提到事實 但你在未來在論述的時候 就是你要跟別人傳達 或者是就是你會有接受到 就是你當知道對方的背景是什麼的時候 他的立場你就可以抓得到 或者是你會比較提醒到 啊他做的話可能不能全部接受 因為就是他有他的立場在 就是我們今天的部分 然後歡迎大家自己來交流跟討論 所以我們可以先開放接受就是 我們可以接受三個問題 然後再換第二輪嗎 好就是我們先接受就是三個問題 然後再第二輪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說剛才你們說你們中心常常會有記者 或媒體在跟群球專家的list 那比如說其實我們有一些政府的政策 他其實不同專家的看法其實很兩極的 比如說我所知像巴拉掛他的禁用 他對環境他對農業上的應用 他到底是好是壞 其實兩邊的專家都有 而且看法是非常妙計 那如果像遇到像這樣子的問題的時候 你們會怎麼去推薦專家呢 是把一整串特朗普都 都給記者士去問還是怎麼樣 兩位好 我想先請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在你們剛剛的對媒體的互動當中 基本上就我的理解是 你們對於news cycle的control 基本上還是被動的 所以用一個更 用俗名的話來講就是 我要你要趕快給我 所以你都還是被動的角色 可是我們就要來問一個問題是說 為什麼科學知識應該被像新聞那樣子 娛樂化到說 你今天有一個nature的文章出來 然後看了懂英文的國外媒體先寫 或是台灣的媒體寫了之後 就立刻必須要follow 因為這本身就是違反科學的本質 上了paper不代表說這個本身就已經是一個 solid的一個知識 他就只是上了paper而已 很多年錯了或怎麼樣 都很有可能會發生 可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是說你們還是必須 只是說能夠稍微抵擋一下而已 而不是說讓你們能夠對news cycle 有更高的control 然後去知道這個事情 也許根本不應該現在討論 因為我們community裡面去講 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是看paper 可是對public不需要在現在去討論這個問題 那我是覺得這個角度 不曉得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在你們談到跟建立專家 跟他base的時候 基本上你們還是用比較虛弱的角色 就是你們沒有什麼樣一個很強而有力的動機 告訴所謂的教授們說你們要來做這個事情 做這件事情 基本上他的本質就是回歸到我們學界裡面所講的 就是學界評價學者的價值觀還是單一的 就是SCI SSCI就是你的paper點數 就是你有沒有升等 你有沒有是一個大PI 那這個才是這整個問題的本質 那你們現在所提的就是說 讓他說產業什麼 那個他不care 那包含高教工會在講說 我們連大學教授 讓他連教學士被承認的credit都做不到了 那我想說你們在這個問題上 應該是一個很強烈的一個相關者 甚至是受害者 你們怎麼來adress這個issue 才是更根本的rule cause 謝謝 謝謝 我一個個回答 我先回答第一個朋友的問題 就是有兩極的意見怎麼辦 嗯 八拉掛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大部分的教授會不回應 就是有一些題目 因為他過於敏感 所以老師基本上他 他不一定會接受拜訪 但是我們不是沒有處理過爭議的事件 就是有不一樣意見的事件 那通常我們會做的事情 是把雙方的意見 請老師把他的證據跟論述都寫出來 我們會認為 這我不知道在座朋友會不會都同意 但是我們可以討論 就是真的我們要做決策 他不會是等到有一個人 已經告訴我是丟或錯了 在這個過程中 可能民眾更希望的事情是 我把專家怎麼理解這個事情的原由 讓大家知道 當我們有足夠的訊息以後 也許我們可以做自己的決定 所以我們曾經有處理過 有正義的題目 我們基本上就是把不同專家意見 放在同一個頁面上 大家用一下度 但他的問題就是 人家問我說 所以呢 結論是什麼 又讓不到這個問題 就是似乎我們還是習慣 有人告訴我們 哪一個是正確的 哪一個是應該要選的 但是如果有更多透明的資訊 更多不一樣的專家意見 我相信這個是可以 就像剛剛銀月講的 他其實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其實我們更希望有的是更多的討論 那再來就是 對朋友提到的news cycle 其實我們並不只是被動的 我剛剛大概講的是媒體來訊息 但我們也會主動的告訴媒體朋友 例如說我們主動的主動是告訴他寫錯了 那媒體朋友他會告訴我們 問我們那什麼是正確的 或是我們會主動已經知道有一件 例如說 我們知道某一件事情 他實質上在媒體現在的討論方向是不夠完整的 我們不一定會說他是錯的 還是不夠完整的 很片面的 那我們會告訴他說 好我們曾經有一次開了記者會 就是為了這個原因 那我們請到了老師出來 他沒有直接說 媒體的報導是錯的 但是他把這件事情在科學上 該怎麼正確理解的方式說給你們聽 那後來出來至少那一波的訊息 之前犯之前的錯就沒有再錯了 就是這些事情他其實相對來說 你說他 那我們也會接到老師們 希望他的研究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那我們主動開始的會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這件事情他不會到說完全被動 那再來是你剛剛有說教授的 然後再來就是我可能不會完全同意你說 他有在即使一個paper 應該說一個paper上的Nature 然後台灣有台灣有報導 通常他是翻譯的大部分時候 就是可能 可能華盛額時報 Nework Times 或是The Guardian都已經報完了 報了一天兩天 然後台灣的新聞是翻譯出來 那他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例如說我們已經長久的沒有科學記者 其實一月有講就是科學記者 我知道的在英國的科學記者 他們其實是他們會收到 每天會收到不同的journal 來的新的paper釋出 那英國SMC做的事情就是 我知道是他們是跟國際期刊有簽約 在我確定這個paper已經被接受 但還沒有被發表的時候 其實SMC就收到消息 他就可以拿到這個還沒有被發表 已經被接受的文章 去請不同的老師做給他們 記者今天他要寫這篇新聞的時候 他其實可以 當他收到這個期刊說 啊我有個新的paper release 他其實可以同時有老師的意見 跟這個新的配合 所以他們其實可以用品質比較好 比較快的速度產生來課 那台灣的記者大多數沒有在 這些科學期刊的release裡面 也就是我們不習慣收到 那些新的期刊發表的訊息 所以我們大部分就是等 那科學記者這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現在培養科學記者 記者來不來得及 另來得及但也要去做 那這件事情他暫時 還不是SMC的目標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 是像對科學有興趣的記者 他也有更多的科學背景的知識 那也許他可以往我們想像中的科學記者 這個方向來進一點 那在科學的傳播歷史上 有很多事件都是在 譬如說學界裡面 其實他不是一個完全被大 不是有個高度共識的事情 但是媒體報導了 後來他變成學界沒有共識 但是大眾很有共識 那我可能不會同意說 那這時候不要讓大眾知道 就再不討論就好 對 因為我相信民眾有權利知道 這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用好的方式 去傳播去溝通 這裡面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是重點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辦法 把這裡面的事情說清楚 那大眾今天他在這個世界上 他已經不太可能有任何訊息 但是他搜尋不到 他不會知道 他不會獲得的 我覺得那個可能性其實 現實上其實不太存在 我剛剛還有 教授的動機 對教授的動機是蠻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大家都太忙了 那我們剛開始是可以等待一些 有正義感的教授 老師他想要跟我們一起做這件事 那有些老師他其實也希望 他在做的事情 要更多人知道跟理解 那以至於他不會一直被誤解 像我本人可能是這樣 就是我收過的朋友問我說 你覺得我是有腦人 然後就決定自己調下來做這件事 這是有可能的 就是有個時候 當你被誤解了十年 總會希望自己有講話的機會 這也是有可能 就是有些教授的確是覺得 對你是時候我該說點話了 所以其實教授的東西 不是所有就像 不是所有記者得上寫錯 也不是所有教授知求神的 我覺得這個假設可能 需要調整一下 就是我們的確有遇到一些老師 他是需要幫忙 但不代表沒有遇到老師 他不想要幫忙 因為他覺得他好好教書 就是盡道的社會責任 那這個程度上就是 你也不能抓錯 對 但是總會有些老師 願意多做一點 當有一個老師願意多做一點 他旁邊的人 也有可能會願意多做一點 然後我相信這個影響 是會去發散的 然後我們也看到了這樣的影響 謝謝 謝謝 因為最後妳有提到的就是 SCI跟SSCI 這也是知識社會學關心的 其實目前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現在在各大學裡面的 各個就是教職員 就是教師們 都在玩幾點遊戲 就是 就是在這個 paper 裡面 有多少個 impact factor 好 在場過不知道什麼是 impact factor 你就只要問說 那那可以吃嗎 不能 那可以換升等 之類的 但就是 其實到目前為止 確實 科學傳播裡面 就是在台灣 就是學術界的科學進展 願意做這一塊 其實很多都是發自於正義感 還有就是真的是台灣有很多三星人士 來做這些事情 但某種程度上 我是希望其實是有更多的中介者 加入的原因是因為 我可以承認不是每個學者都喜歡講話 也不是每個學者都願意跟大眾接觸 我覺得我們把一個 我們把一個科學家養出來 不是為了要讓他來做就是傳播者的 他可能這不是他的專業 所以我一直希望有更多的中介者 來幫忙溝通 就是他可能就是 他可能可以他理解 然後他也可以做溝通 他可能學術的成就沒有這麼 或是他對於這個學科有基本的了解 讓他來做溝通 不是什麼事情都要給科學家來做 這是我們的想 這是我的理想狀態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有更多的中介者 包括記者 然後SMC 還有公關 那如果有更多的中介者的話 我們就不會對於一個科學家 有這麼多的要求了 事實上也不應該 因為我真的不是要把一個 就是量子物理學家養出來 結果他最後就是天天都在上媒體 這不是我們要的 那接下來還有 先從前面 謝謝 我想要問 謝謝 我想要問就是 在科學傳播或是知識傳播的過程中 想問兩位對於 一個人是 證者的身分 他算是中介者 因為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或是民歌會覺得 證長好像只需要翻譯 在文學或是新聞 就是比如說 實事新聞好像真的是這樣 可是在我自己的經驗中 有時候比如說翻 認知科學的文章 就有很多名詞是需要好好被理解 可是有時候譯者出身 他可能只是法文系 英文系或是外語系 他對於這個就沒有這麼的了解 那他需要做很多的知識確認嗎 還是說會有一個編輯要來幫他 然後另外我想要問的 就是跟剛剛有關 就是只有專業領域的學者 才可以翻譯科學文章嗎 因為我剛剛聽那個SMC 各位就是在傳播 其實都是各專家領域 但其實我知道的是很多 譯者想要做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愛於 嗯好 我自己就是文竹圖稱的嘛 對於科學這件事 其實我是做很多 非常適時確的確認 可是我還是需要有一位專家 學的讀書 我自己的指導教授 認知神經科學的 他就會幫我在我讀paper的時候 告訴我說 就是告訴我說 我解讀錯了 可是那個就是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我不是故意要錯 但是不是我的專業領域 對其實我自己 剛剛冒出一個例子就是 快思漫想吧 我沒有多說 他是故意的嗎 我沒有說 對就是可是有時候很多譯者在追求 比如說我真的好想要把知識 傳播出去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容許一點點的 其實大眾也不會發現 真的是要在這個領域的人去看原文 跟看藝文才知道說發生什麼事 可是我覺得這個對大眾是不公平的 但是記者又或者是出版社 又要花好多時間去確認 然後我們的出版社有這麼多資源 請專家、教授、學者來教稿、教定嗎 就是很多科夫的書籍 對啊 所以我還蠻想知道 一則在中間到底能做什麼的 不好意思 所以我會聽到有點多 欸 超厲害喔 這個 兩位好 我想要問的問題是就是 在轉一之後出來的那一些產品文章 是 要怎麼確定說 他真的有可以讓一般大眾理解呢 就是你們有FETA Reader那一些的嗎 我很好奇這一點 還有誰 兩位好 不然想詢問說就是剛剛你們提到 好萊塢那個 呃 那個中心就是 想詢問他背後有什麼就是經濟誘因 讓他們去 驅使他們去做這件事嗎 那另外一個是說 就是 感覺 或甚至就是 剛看一下你們家的網站 好像主要都是放在自然科學領域 那像社會科學領域就是會有 就是像國際也好台灣也好 我們是如何投入的 謝謝這位一則朋友的提問 就是我 碩士班畢業之後 其實我去了書版社當中特補面子 然後 嗯 我們心裡最好的一則就是他 會Fact Check所有事情這樣 但是 我們知道一則的Pay跟一則的時間 然後還有 書的難度 他其實不允許一則做這麼多事 要是說 所以他在運作上的確 基金上的確有些困難 那 我們 我現在不會 我現在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我覺得他最好的理想狀況是怎麼樣 因為實際上就是很多 嗯 念科學的人他文筆可能不好 那 文筆好了他 而且 我自己當科普編輯的時候 我覺得我最大的困難是 我今天這本科普書是講植物 下一本動物 下一本是生理科學 他全部都是不一樣的理由 但是我不會擁有這麼多知識 而且 每一個作者寫的那一本書 他都是必 必他就是崇敬他的知識寫成的 不太有可能會有另外一個人 跟他有一樣的知識苦 然後 去轉變他的文筆 所以 一整一定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就是很辛苦 那 我覺得 這裡面 你剛剛說的那個小小落差 就是有點 又回到音樂高 開始在講那個 公式的事情 就是 我不會說所有的落差都是不能接受的 這樣 但是最好的狀況 當然是有一個 嗯 專家審定 但這個專家審定他通常會牽涉到 很多很多理由 有這本書 他欠了多少錢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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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多少錢啊 最後是飽blah blah blah 就是 他不是一件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但最好的狀況就是這樣 對 那我也覺得 嗯 我認識最好的一者 都是花很多時間做功課的一者 但是這件事情就會很累 對 但是我會覺得 會去交幾個好朋友 然後我幫你看 有什麼好一個方式 嗯 然後 然後 然後我會 最後一句話就是我覺得 益者在這裡面所扮演的那個轉譯角色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他是 第一個他是 他就是 翻譯轉譯的那個人 對 那這個轉譯他其實是 我覺得最好的狀況是 益者做出的功課 然後他認為 這是他認為最好的 的 的翻譯方式 我覺得這個就是 你對 我你想想要最好的事情 對 然後 剛剛有講到 逼他約的 對 我們現在的平他約的其實就是 嗯 應該說 我們現在 除了生意領域的助理研究員 他本身是生意背景的 其他其實都不是 所以其實 他們看不懂 就是看不懂 然後這看不懂 就要請老師問說 老師A是什麼意思 B是什麼 C是什麼意思 但是 他的困局就是 這些助理研究員 會不斷的進步 他們慢慢進步到 他們 看得懂老師寫的文章 但是媒體還是看不懂 那這個其實時候 就會需要 例如說 我們的媒體公關 他需要做這件事情 這樣 然後我們會不斷的說到 媒體的feedback 就是這個太難了 這個可以 這個不行 然後我們也要慢慢的抓出來 當然在網路上 你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guideline 包括我們說 怎麼樣的科學 就是一個science communicator 他應該要做哪些事情 把知識怎麼轉移 這也是我們就是 要 要練習的地方 然後 最後一個問題 是社會科學家 為什麼我們在這邊 只抓自然科學家 他其實都沒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 自然科學家特別不愛講話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有可能 有可能是因為 他們本來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跟社會有一段主要 就是 所以他其實不太有這種 需要跟被需要的過程 但是社會科學家其實有 那他相對來說 他其實跟社會連結 比在國家還強 對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我們想要抓到的 這群人 就是他本來就 其實跟社會有一點失聯了 好 那我其實補充一下 就是為什麼 社會科學家 比較沒有的 不是因為他沒有 而是因為 就是我們在講科學傳播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就是我們可能 有報紙 以前有 藍叫做科學 科學新知 或是 你們看到科學人月刊 但 為什麼很少社會學家 其實社會學家 在台灣目前還沒有人做研究 但我說我未來可以做 至少在德國目前做出來的研究 是 在德國最常出現在媒體裡面的學者 你們要不要猜猜是哪一個學門的 嗯 哲學 對 就是哲學家 哲學家跟傳播學者 其實很常出現在 那個報紙裡面的 那為什麼就是很多人覺得 就是 好像有肥有 因為他們不會出現在這種特點 他們可能會出現在譬如說正式新聞裡面 所以你們其實如果 我們如果真看一下那個談話性節目 你會發現在談話性節目裡面的人 他都是人文社會學者 嗯 嗯 好吧 你們可能不會當人家是學者 但是人家是人文社會背景的 所以 就是那個 那個脈絡不太一樣 那 另外一個是 因為語言使用的關係 所以 我們 我跟詩盈有時候會用知識溝通 然後就是科學傳播 是一個大家比較常聽到 因為在 我們是 科學傳播這個詞 是從英文翻過來 叫做Science Communication 但其實在 德國的脈絡裡面 他們叫做Vissenschafts Communication 那 那Vissenschaft的意思就是 其實他包含人文跟自然 他全部都是在所謂的Vissenschaft裡面 只是翻成英文變成Science 那就會 他就會比較就是沒有 就好像就只是偏廢 但事實上 沒有 而事實上我覺得台灣的社會學者 歷史學者 其實也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說故事 就是一個很好的媒體平台 他其實在做的事情 他是讓歷史學家的知識 可以被大眾看見 那另外一個 為什麼那個 會有 美國會有這麼特別的計畫 他們背後 主要應該是 一開始是來自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國家的計畫 那其實在這個計畫平函之前呢 美國做最好的 就是跟電影合作相關 做最好的機構 是NASA 為什麼是NASA 為什麼NASA會願意 就是讓別人來拍片 然後做這麼多 就是辦這麼多活動 花這麼多錢 在不是在研究的部分 雖然NASA本身應該是要做研究 因為他可以做 拿的預算 對 因為NASA拿的就是人民的預算 那為了要讓拿 就是所有科學家 現在過去一般來說 科學家願意站出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知道他拿的錢 是人民的錢 那他要證明 他有做一些對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所以他們會願意跟大眾 就是比較早期的時候 科學家他們會站出來的理由 那事實上 在那個 在那個Program裡面 他也有這樣的意義 就是 欸 我們拿了民視 我們拿了國家的錢 就是我們能做的事情 不應該只有在學術 那應該要做更多的事情 在學術裡面民眾不會看見 我就算就是發了很多Nature 就是民眾就是不會知道 可是如果在媒體曝光 有媒體曝光語的話 民眾會知道 雖然他們不知道我們做什麼 可是他知道我很有名 就是類似這樣的思考 那他就是為了讓公眾知道 所以他們有在做事情 就是他們有拿大家 有拿納稅的東西 然後有些成果 然後需要就是展現給大家看 所以他們才會花那麼多的力量 做這些事情 那他有他一定的意義在 他有他的政治意義跟社會意義在 那另外一個是關於科學新聞 是不是一定要由科學家來寫 這件事情他有 呃有些爭論 比如說在德國的體制裡面 他們科學記者確實有比較多 是有就是科學記者 科學背景的 那我如果沒有記錯 早期在日本的記者訓練裡面 他們好像比較不會要求 就是一個記者他要有 就是寫科學他一定要有科學背景 因為他的論述是 如果就是你都懂了 那你會不會寫到民眾看不懂 就是你覺得你懂 但是你因為有太多的先輩知識 這樣你可能真的會寫出來的東西 民眾會看不懂 所以他們會習慣讓那個記者在訓練過程 會就是不停的輪替 所以那個論述就是那個有不一樣的思考 那我覺得台灣目前是因為 台灣目前主要是 我們會希望有比較多 或是目前像是泛科學 他背後的作者 其實他有比較多是有基本的 就是科學訓練是因為 對於他在台灣的人文記者 他太害怕 不是他們不行 是他們太害怕接觸到這樣的資訊 因為他花很多很久的時間 然後他根本不知道可以問誰 然後他根本就覺得他看到數字 他就要混了 為什麼他要就是 為什麼他還要花時間來研究這些數字 到底加加還是就是 就是他們看到就已經退步三次了 所以才會 目前在台灣如果有在寫 寫科學新聞的話 其實大部分還是仰賴 如果不是翻譯的話 就是仰賴有科學背景的人來出手 所以我們還可以在意就是 最後我們問題 請問 我想請教一下 在你們結語裡面寫這個 轉譯者 這個是人還是一個單位 那這個轉譯者提供這個 共同的溝通語言 既然是共同的還需要轉譯嘛 那整個生活中所碰到的事情 只有科學家才能夠去解釋嗎 這就是我存你的對不對 你們為什麼在腦袋掛裡面 只有科學家才是這個 你們要去轉述的這個 花園的主要來源 舉個例來說吧 當美國武統台灣被中華民國台灣侵占 這一件事實 你們口袋有哪些科學家可以來解釋這個 一個新生的國家的結局 能夠證明它的存在 你們口袋裡面可能講一講 有了什麼樣的科學家可以來解釋這種現象 好 那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就我們收集在 我的回答是 科學家當然不懂所有問題 科學家也不懂回答所有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 他是要試著轉譯其他專家的意見 那只是我們這個中心他的任務 是要轉譯科學家的意見 那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跟記者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常希望呈現性就是 他如果是一個科學問題 科學家才有辦法回答 他如果不是一個科學問題 是不是就是科學家不能回答的問題 那我們就會請記者 就是要找到更專業的人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大概是一個科學問題 好 就是 那我做一個就是比較簡單 因為科學美比中心他們有他們既定的任務 可以處理的議題也很多 所以他們一開始在他們設立目標的時候 其實他們有就是有明顯幾個目標上的想要達 就是他們關心的議題他們其實是有設定出來的 因為就是他們他們的人之團隊是有限的 那沒辦法處理所有的議題 所以他們有設他們的優先順序 就是在他們組織上的思考 那對於就是社會科學類的訊息 其實是 嗯 其實在那些名嘴們就是常常被詢問在整個事情 所以其實是不一樣的學科他會有不一樣的思考 那科學美比中心目前沒有做這麼多 那我們在台灣的科學傳播目前還沒有講到這麼細 可是如果在談論知識溝通的時候 我們一直希望可以再講得更深入 那這些科學嘉義其實它只是一個名詞 那所以有時候你們會聽到我用的是學者 或是研究人員這個詞來替換 就是為了不要讓大家所有的想像 只剩下那個愛因斯才沒有書的那個頭髮 就是不要只有這個就是刻板的想像 所以我們才會用不一樣的詞來讓大家 大家了解說到底我們在說的是 就是研究人員學者到底是什麼樣的 就不是只有單一個領域 好 這是我們的到今天 今天謝謝大家來 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結束 那歡迎大家如果會後還有問題的話 就是歡迎交流 那就萬能達大便 拜託 很多集合